来看看特征组的最新消息 有关于今天有评论媒体说 这个估重量在11月24号 当天晚上9点多钟 将近一个半小时 到了特征组去这个征讯的内容 那么当中是说 估重量说扁草是总统了 甚至还说 这个丹麦的这一员 确实就是零百里的 而且是百分之一百 那么这是不是有笔录外泄的情形呢 陈一南说 这是案子已经已审到法院了 律师是可以阅卷的 目前的详情到底如何 连线记者刘士宜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针对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长 估重量他的笔录外泄 并且呢在笔录当中 指称有关于一亿元 从丹麦汇到无数针的海外人 说账户就是零百里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特征组的发言人陈一南 刚刚已经接受访问 并表示哦 笔录外泄的情形 绝对不是特征组外泄出去 我们等一下稍早陈一南的这段访问 是那个笔录的记载 应该是他个人的意见 那这个笔录是不是有可能 有外泄的情形 不然不然 因为笔录我们已经起诉了 起诉就送给远方去了 所以有可能就是 流到媒体手上的可能是 我们不可能外泄的 笔录送到远方去 有一定是可能越泄啊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泄露的就对了 这只可能听质疑是否他们泄露 就不清楚 好的我们听到特征组的发言人陈一南 是表示哦 由于这个扁案的第一波 贞结已经起诉了 因此案子是已经送到了 台北地方法院 而台北地方法院呢 除了这个法官是可以越泄之外的呢 当然就是律师才有可能 越泄的情形哦 换句话说有可能泄灭笔录的部分 可能是律师哦 另外呢也针对有关于 这个前这个新光医院的副院长 黄芳燕的部分哦 目前呢特征组表示 他还是证人的身份哦 目前有可能打算要来发出传票 如果再传不到的话 才有可能依具体的犯罪事证 来改列被告 甚至是通缉以及屈体哦 因此呢到底是不是有监控业者呢 把钱透过了黄芳燕进贡给扁家哦 这算不算具体的犯罪事实 以及黄芳燕算不算共犯哦 特征组表示 还要进一步的侦查 才能够了解 能不能把黄芳燕改列为被告 好的 上次特征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还给彭丽直播